警长老乔来到案发现场 只见一个女人浑身是血 被人捅死在地上 女人有一个儿子叫小高 他同样浑身是血 脸上血满惊恐 也为他藏在柜子后面 亲眼目睹 凶手刺似母亲 可惜他没能看到凶手的脸 老乔承诺 就算用尽毕生精力 也要帮着小高找出杀母仇人 只是老乔过于乐观了 他的这一愿望 直到死去也才能兑现 转眼来到15年后 一个妓女刚和客人混战结束 客人沉沉睡去 不料他却说了梦话 声称自己杀过很多人 而且一直没被警方抓获 惊吓中妓女赶紧收拾东西离开 可慌乱中 她撞翻了一把椅子 从包里掉出多把尖刀斧子类工具 这下妓女彻底相信 床上之人确实是一个变态杀人魔 女人赶紧将地上东西收拾起来 快速逃离了这要命的地方 来到火车上的妓女才发现 自己包里多出一个蓝色文件袋 这什么鬼 自己没这东西 怎么会出现自己包中 她想起来应该是客人的东西 撞翻椅子时被自己一起装进包中 打开文件袋可把她吓得不清 原来里面装着多名被害人资料 那人每杀完人 还详细写下杀人经过 甚至对案发现场进行了细致描述 这让她联想到多年前 一个叫诸如杀手的人 那人杀人无数 而且大多数为女人 可那个诸如杀手几年前就死了 难道她还有同伙吗 女人越想越害怕 她拨打了闺蜜电话 让她开车来接自己一起回去 并将自己捡到一个文件袋之时 告诉闺蜜阿满 里面将着重要资料 电话里两人商量 火车到站 他们拿上资料一起去报警 通过两人谈话 我们了解到妓女名叫安琪 可她们没能如愿 因为杀手发现资料被女人拿走 她已追到火车上 杀手给安琪打来电话 警告她不能乱说 否则后果相当严重 惊吓中的安琪 一路找到列车员 并将车上有杀手之事 告诉列车员 可对方觉得女人想象力丰富 怎么可能会有什么杀手呢 她认为安琪可能和男友发生争吵 故意说对方是一个冷血杀手 在返回车厢拿包时 安琪忽然听到身后传来声音 她分析可能是杀手追过来 她用力将包包甩出去 然后头也不回去找列车员 可等她找到列车员时 把安琪吓得魂飞魄散 一位几分钟前还说话的列车员 此时已被什么人弄死在座位上 无处可逃的安琪 在过道上发现一个藏身处 身材娇小的她 刚好可以躲进两个车厢连接处 火车渐渐慢下来 安琪判断应该快到车站了 她从藏身处挤出来 朝着车门摸过去 不料突然一只手伸出来 将她一把扯进车厢 对方本身就是变态杀人狂 她挥起利刃 一刀刀凯向挣扎中的安琪 火车到站后 阿曼一直没等到下车的安琪 她进入车里四处寻找 却让她发现地上吊着安琪的胸针 接着她又发现 安琪在电话里 提到的那个蓝色文件带 原来安琪拿包时 文件带被卡在座位中间 杀手和安琪本人都未发现 阿曼带上文件带 一路来到车站外 她突然找不到自己的车子 原本停放车辆的位置上 另一台车停在那里 一个男人正在车里睡觉 男人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他见到阿曼车停放位置较好 而且要是还留在车上 他把阿曼的车移去另一边停放 自己躺在车里等待客人 阿曼冒着大雨 终于找到了自己那台车 扯了几张纸巾 擦去脸上的雨水 正准备发动车辆离开时 他发现自己车钥匙不见了 此时突然车外一个人影出现 那人朝着阿曼发动攻击 时隔不久 阿曼也死在自己车里 出租司机听到声音 赶紧跑过来查看 他发现掉在地上的一只筋笛 警方很快接到报警 火车站发生命案 负责该案的警官叫文尼 现场犯罪调查人员发现 阿曼指甲里残留凶手皮肤组织 他分析应该是撕打时阿曼抓伤了凶手 文尼见到了列车员 原来他只是被打晕过去 他介绍 车上女人声称 一个叫朱如杀手的人正在追杀他 文尼有些惊讶 朱如杀手十多年前已经死去 当时该案由老乔负责 朱如杀手怎么可能再出现作案呢 为了弄清原因 文尼来找老乔 此时老乔已退休 正享受着退休后的悠闲生活 老乔介绍了情况 当时有人在水边发现朱如杀手尸体 由于他的脸被人砸烂 警方只能通过身高和驼背推断 他应该就是杀死三个女人的朱如杀手 但朱如杀手用的手枪 直到现在也没找到 朱如杀手头部遭到枪击 警方判断对方应该死于自杀 可能手枪被丢进水中也不一定 很快另一起命案又发生了 一个夜店女孩下班准备回家 身后一阵阵猫叫 听得女孩头皮发麻 她开始拔足狂奔起来 不料楼梯拐角处 突然遇到一个猛面人 那人朝着女孩发动攻击 杂晕对方后 猛面人拖着女孩手臂 一路来到一个水池 冷水的刺激很快让女孩清醒过来 但好景不长 她最终被凶手溺死水池 文尼带人来到现场 女孩尸体被人抬走后 文尼在地上发现一个动物卡片 此时老乔也赶过来 听说该案十分诡异 老乔显不住了 他亲自来到案发现场了解情况 根据目击者描述 文尼分析 应该有人在模仿当年朱如犯案 不过老乔提醒文尼 15年前 朱如一系列案件中三个被害人尸体旁有动物图案 顺序分别是一只猪 公鸡和小鸡 而夜店面尸体旁又发现一只猫的图案 这看起来非常怪异 15年前三名受害者 现场也没留下指纹毛发 同样也没遭到刑禁 现在这些案件与那三起基本相同 但朱如已死这是不争的事实 模仿者模仿的也太像了吧 这个身穿牛仔的男人叫小高 他正是影片开头 母亲被杀的那个孩子 只是他现在长大 他刚被公司炒掉 目前没地方可去 只能来投奔小伙伴托尼 托尼的父亲开了一家律师行 托尼也算够意思 无论你在这里住多久都没关系 时间来到第二天 小高在警局电梯遇到来警局 拿进几起凶杀案资料的老乔 两人来到了当年小高他们住的公寓 此时物是人非 自母亲被杀 小高也是头一次回来 当时小高躲在楼梯间 他虽然没看清凶手的脸 可他似乎听到一种声音 声音很怪 类似有人吹口哨 难道凶手一边杀人 一边吹口哨吗 小高很快见到了托尼的父母 托尼父亲叫卢克 两家人原本住的不算远 小高自母亲被杀 就离开这里他们很久没有见过面 晚餐过后 两人介绍了这些年的生活经历 托尼有哮喘 父亲一直不希望他从事强度工作 也一直把他当小孩子照顾 而小高母亲死后 父亲重新结婚生子 两人现在几乎不再联系 这个一身红衣的女孩叫小丽 她是托尼和小高小时候的梦中情人 只是托尼现在有了女友 小丽旁边的人是她的新男友 几人相聚酒吧 自然把酒言欢中 时间来到第二天 小高和老乔来到诸如当年住过的地方 诸如名叫约翰 他是一位惊悚小说作家 据说杀人是为写作寻找灵感 两人在房间里 果然发现一个诸如男 小高一下将对方扑倒 询问后 二人了解到 对方名叫李昂 他是一个流浪汉 由于没地方住 才住到死去的诸如家中 老乔两人从约翰书房里 带走了大量书籍 试图找出与案件相关线索 时间来到晚上 出租车司机在一个偏提地方等来什么人 司机声称 那晚上看到对方出手弄死了阿曼 司机递过来金笔 希望能得到一笔 数目可观的封口费 可不料口是封住了 那人却没给他一分钱 对方趁司机没注意 将钢笔直接插进司机脑袋 只是老乔两人比文尼他们先来 直接司机手上被人写着 我是一个坏孩子 目前上不知道这句话代表什么 老乔通知文尼他们接手 他和小高迅速离开案发现场 医院里 卢克见到躺在病床上的托尼 因为托尼有哮喘 小高在酒吧替他叫了啤酒 而托尼刚喝两口就晕倒地上 卢克非常恼火 他让小高搬出去 不能再和托尼来往 这种情况下 小高自然不能赖在托尼家了 另一边 老乔仍在分析极起案情 15年前 第一个妓女被杀 他尸体旁放着一只卡通柱 代表肮脏的意思 第二位是小高的母亲 他很凶 代表一只公鸡 而第三位死者很年轻 他尸体旁放着一只小鸡 表示他非常年轻 夜店女身旁放着一只小猫 这又代表什么呢 还有安琪与阿曼被杀 两人尸体旁并没任何动物图案 难道没在凶手计划之内 临时动手 他没准备图案吗 很快又一命案发生了 一个女人下班回家 刚掏出钥匙打开房门 只见一个人影跟过来 朝着女人发动攻击 不过女人也没客气 狠狠咬了对方的手 凶手弄死他后 将一个卡通兔丢在尸体旁 同一时间 老乔正和小高同步线索 经过昨晚一夜苦想 老乔终于弄清凶手杀人线索 左家约翰写过一首儿童歌谣 凶手正是按照歌谣里 动物出现顺序杀人 两人来找李昂 因为上次离开时 老乔听到李昂哼唱过那首歌谣 可李昂没在房间 屋里却有另一个女人出现 询问后两人获知 女人名叫朱莉 她是死去约翰的母亲 每个母亲都爱自己的孩子 虽然她是一个侏主 而朱莉之所以回家 也为她收到法官通知 警方决定去挖约翰的母 试图弄清当年死的那人 是否就是约翰 也为后几起案件 与15年前案件高度吻合 几乎出自同一人之手 警方有理由怀疑 当年死的那人不是约翰 加上尸体被毁 根本无法辨认 提起那首童谣 朱莉还是有些印象 她从一本书中找出那首歌谣 若按歌谣上顺序 农夫依次杀了小猪 公鸡 小鸡 小猫和兔子 天亮后 农夫最后弄死的是大鹅 小莉是一位乐手 不久前 她声称要登牌演出 而她穿的就是天鹅服 小高来不及多想 她拦了一辆车 风一样朝着小莉演出场所赶过去 小高来到演出现场 此时第一场演出刚刚结束 处于中场休息阶段 她四处寻找 并没发现小莉人影 突然发现窗帘上 印出什么人 正在掐另一个人脖子 冲过来才发现 只是一场虚惊 搬过对方的脸 一阵护啃 却不料被小莉男友眼镜难看的 只是二人高兴太早 凶手目标确实是一个穿天鹅服的女孩 当他们互啃时 一个女孩喉咙中正发出窒息的声音 与此同时 文尼已让人挖出约翰的棺材 打开后他们全部大吃一惊 原来棺材里空空如也 老乔也是一头雾水 当初亲眼见到约翰下葬 为什么棺材会是空的呢 老乔回到家 将15年前案件与现在几起案件进行交叉对比 他得到一个惊人发现 以前的案件集中在一个片区 而现在整个城市都有案件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难道现在凶手有能力 在整个市区进行作案了吗 当晚 老乔迎来一位特殊客人 他就是约翰的母亲朱莉 不曾想朱莉给老乔带来一个消息 最近几起案件绝非约翰所为 因为当年是自己亲手开枪打死了约翰 约翰怕进监狱受苦 他一再要求母亲将其射杀 只是他的尸体去了哪里 朱莉也无法知晓 但朱莉很快遭到报复 他回家取那把杀死约翰的枪使 不料一个侏儒突然出现 朱莉一时惊慌 从楼上摔下当场死去 老乔也很快走到生命终点 他刚给小高电话留言后 房间灯光突然黑下来 黑暗中老乔摸出手枪 只见一个朱如朝着自己走来 可老乔接连放枪 对方没丝毫躲闪之意 难道真是约翰鬼魂重现 不然为什么连枪都不怕 惊吓加上刺激 老乔最终倒在地上痛苦死去 警局里 文尼将老乔死亡消息通知小高 现在已知老乔生前 用手枪射击过什么东西 他子弹打完自己死于心脏病突发 两人离开警局 小高发现车后有一包东西 他准备送给流浪汉李昂 可当他来到约翰公寓时 却有了惊人发现 只见李昂正将一个人偶 从地窖里拖出来 那个人偶造型与死去的约翰大小相似 难道一切都是李昂在捣鬼 他才是多起案件凶手吗 他赶紧回到车上 将发现之时通知小莉两人驾车一路跟踪过去 三人一前一后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只见李昂开门进入一个房间 两人商量后决定 马上把消息通知警方 可小莉手机望在车上 他只能返回去拿手机 而小高留守原地等待 不过小莉很快遭到什么人袭击 他刚从车里拿出手机时 突然一个猛面人出现眼前 同一时间 小高也没闲着 他从侧门翻进院子 又从窗户钻进房间 屋里并没李昂人影 他的旅行包里果然装着那个人偶 人偶肩部有损坏 应该是那晚上被老乔开枪射击过 小高推门进入另一房间 只见李昂已被人捅死地上 突然一个人影出现 原来那人正是律师卢克 对方朝着小高就是一枪 接着又一声枪响 卢克一头栽倒地上 而此时小莉和托尼 从外面冲进房间 卢克向儿子做了忏悔 声称一切都结束 他可以重新开始生活 由于受到惊吓 托尼掏出喷雾器 朝着口中接连喷了多下 小莉解释原因 自己在车里遭到袭击 晕过去后 刚好托尼赶到才救下的 托尼从父亲电话账单上 发现这个地方 他才赶过来查看 没想到刚好遇到这一幕 托尼去打电话报警 而小莉却发现一把明晃晃的刀 小高将收到老乔语音留言通知小莉 老乔留言中声称 15年前凶手犯案 只集中在一个骗区 而这次凶手却在整个城市犯案 也为那时凶手只是一个孩子 可15年后他长大了 有能力驾车在全室游走 另外 约翰写的那首歌是童谣 当时只有孩子会留意童谣 他才会按照童谣的意思去做 并且当初母亲被杀 小高以为凶手在吹口上 可刚刚他听到托尼 往嘴里喷药物才确定 凶手有哮喘 他当时在喷药物 卢克只是为儿子行为顶罪 希望以此掩护托尼犯下的罪行 不是托尼发现父亲这里地址 恰恰相反 是卢克根据电话账单一路找到这里 期间多年一直没在犯案 也为托尼去了国外读书 根本不在本市 见到这种情况 托尼也不装了 却是一切出自他的手笔 他偷出约翰尸体 制造了一个诸如人偶 然后火同里昂 联手制造了多次凶案 刚刚射死父亲那一枪 也是托尼开的枪 也为一切被他发现 托尼只能杀人灭口 上次喝啤酒中毒 也是托尼自己给自己下毒 意在彻底消除大家对他的怀疑 托尼承认自己在外面将小丽打晕后 回到房间将父亲射杀 又跑回车上弄行小丽 准备逃跑的托尼 被埋伏在外面的警方 狙击手一枪射杀 这起连环命案最终告破 好了 电影结束 感谢关注 下期见 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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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轻松 较 波